何等的感恩 所以今天很高兴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与主同行恩善加恩 与主同行恩善加恩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到底与主同行都有哪一些的恩典 为什么与主同行是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情形 我想最近大家一定还是非常关心 疫情的整个的局势 新一波的疫情 全世界的感染人数不断的上升 特别是海外 也有专家特别指出说 因为新的变种来得快去得也快 因为感染的人数这么多 所以他们非常相信 可能还会有更强的 更快的这些变异的病毒 病毒的毒株可能会出来 所以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奇怪 我觉得好像这个日子不知道什么是个头 不知道什么 原来我们刚刚2020年初的时候 刚刚开始shuttle in place的时候 说就三个月 我们就将就过一过 接着发现不是这样 一年现在两年多了 所以虽然海外是这样的情形 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疫 在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看疫的力度这么大 但是最近也在中国各个地方 北京 上海 西安 河南 深圳 你可以看东南西北 东北 云南 黑龙江 现在都有感染的 一轮又一轮的检测 真的让人 娇脾力尽 不知道该如何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在这个全世界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 虽然有不同的看疫的方式 所以有人也开玩笑说 这个中国是 竭力的把阳性清零 海外是竭力的把阴性给清零 都在用不同的方式 好像在面对这样的疫情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在这样疫情的底下 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觉得迷茫 觉得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 或者能不能回到原来的一个的情形 所以我们在 孩子们去上学可能会紧张 我们去上班 我们去超市 甚至我们来教会 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的担忧 有一些的害怕 因为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两年 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久 所以我常常就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或者在一个人的时候 就常常会里面有一个声音 或者自己在问 主啊 你要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 为什么这个功课 好像是全世界都面临的 无论是男女老少 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 好像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在面对 这样的一个功课 那主啊 你到底要让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 为什么一个安逸的日子 好像一去也不复返了 以前那种的情形 好像也没有了 以前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好像都在我们的计划的里面 想走就走 想回国就回国 想出去旅个游就去旅个游 想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小组聚会就可以聚会 随时想唱歌就可以唱歌 见到人就可以握手 甚至可以拥抱 但是今天都不再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 好像充满了挑战 为什么生活不像是很多人讲的那样 可以坦平 我想坦平这个词 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 因为在一个日益内卷 贫富差距很悬殊 在很多很多压力的底下 所以有一个网络上的一个 有一个人就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叫坦平即是正义 他在这个文章在网络上就广为流传 那这个作者直言 自己已经两年多没有工作了 他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他每天只吃两顿饭 那解决食物的问题 解决食物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切 他每月的花销都控制在200元人民币以内 没钱了就去工作个一两个月 然后就可以维持一年的生活 平时就是在家里面躺着 出去也躺着 所以就像那个闲赏的猫猫狗狗一样 在太阳底下一躺 他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那当然我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心态好不好 或者在这种高压的底下 把人弄得一定要加班 一定要拼死拼活 这个内卷才是一个人生的价值的体现 我今天不是讨论这个 我只是觉得好像我们的生活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的变化 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不单是华人 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态 大陆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这种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不同的报道 也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种的感觉 在这个北美他们称为极简主义 就生活很简单很简单 只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 在北美称为极简主义 那在台湾呢被称为小确幸 就非常幸运 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小确幸 那在香港呢有一句话叫做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那这个日本年轻人呢 兴起了一个叫做不消费主义 就是不花钱 不随便花钱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 全世界好像都想要在一个安逸的里面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叫人不能够安逸的一个的情形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 今天我们常常看朋友圈也好啦 看小红书也好啦 看任何的一些的社交媒体 你会发现人与人都在一个比较的里面 好像别人生活的都很美好 是不是只有我生活在焦虑的里面 好像网络上人人都是白富美 都是高富帅 只有我好像生活非常的糟糕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追求 这些外面的这些物质 这些有形的东西的时候 但他心里面却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价值的认可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坦平的心思 就会觉得不想再努力了 因为努力没有叫人有尽头 这样的努力好像没有意义 终究叫人失去了盼望 让人觉得是空跑 让人觉得是徒劳 所以这一个普世的疫情 它是一个普世性的 没有人可以避免 在这样一个普世性的疫情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疫情底下 弟兄姐妹 不只是这样 我想2020年的美国的大选 加上政客之间的斗争 加上然后是BAM 然后是亚裔的歧视 中美关系的日裔的恶化 加上这些山火 洪水 风暴 这么多的天灾人祸 真的世界让我们感觉它变了 它变了 它不再是风平烂静 它是波涛汹涌 从无忧无虑变成了多忧多虑 从安逸的日子 进入了好像天天都是挑战的日子 所以我才常常很多的时候 都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主啊 你在教我们什么功课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神迹的里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在旷野里面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安逸 因为他们想要吃的时候 天上会给他们吊马拿 当他们想要喝水的时候 磐石就会为他们流出水来 他们穿的衣服从来不会破 他们穿的鞋子也从来不会破 他们走的时候白天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 他们的衣食柱形 每一天都在神迹的里面 天天都活在祝福里面 活在安逸的里面 弟兄姐妹 神是遭以色列人出来 只是在旷野里面过日子吗 不是 这不是神的命定 这不是神所要的 神要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 是让他们能够在那里敬拜神 出来才能够完全地归给神 出来才能够得地为业 进入到迦南的美地 虽然在旷野里面充满了祝福 充满了恩典 但这都是暂时的 神所要的 是让他们能够走到神所要他们的 所要达到的一个心意 一个旨意的里面 所以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 过去那种安逸的生活 就一去都不复返了 他们要面对一场又一场的争战 打完耶利哥 要他爱成 打爱成还会失败 失败了学习悔改 重新起来征战 然后一块地 一块地地去打 虽然这个日子 是充满了征战的日子 但是圣经里面所描写的 以色列人 是何等荣耀的一群的子民 他们不断地得地为业 不断地充满生活里面的感恩 生活里面充满了祝福 他们不断地在这里 好像更多地经历神 认识神 在这里看见自己 有多少的需要去依靠神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你到底要过哪一种的生活 是像以色列人一样 只是待在旷野的里面 天天享受安逸的日子 却是没有盼望的 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记载 那一代人能不能进入迦南 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 他们每一天就在那里绕圈 就在那里绕圈 虽然有吃的 有喝的 不愁吃穿 不愁任何的东西 但他们人生似乎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等死 你还是渴望另外一种的生活 是进入到约旦河 进入到神的心意的里面 虽然有征战 但在征战的里面 看见我们人要谦卑 在征战的里面看到我们人要圣洁 在征战的里面看到我们人 需要降服在神的里面 每天祈求神的帮助 让祂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引领 所以过了约旦河以后 一点都不安逸 他们面对的是征战 但这个的征战 却让他们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找到了他们成为神子民的价值的所在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 与神同行 恩善加恩 日子可能会发生变化 可能是在安逸的日子的里面 可能是在征战的日子的里面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不同的日子的里面 看到神要教我们不同的功课 我们就盼望 我们在这一段征战的日子里面 可能有疫情 有政局 有这些社会的动乱 有天灾人祸 圣经说 这个路加福音21章11节说 在末日多处必有饥荒 多处必有瘟疫 所以这样的日子 可能不见得很快会到头 甚至可能会越来越恶劣 但是这样的日子 却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看见 在神的同在的里面 是充满了恩典 充满了祝福 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这一段经文 我们在生命纪的第一章 三十到三十三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 第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念 一二期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 你们的神 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 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 也曾见耶和华 你们的神 抚养你们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 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他在路上 在你们前面行 为你们找安盈的地方 夜间在火柱里 日间在云柱里 只是你们所单行的路 阿们 那这一段的经文 使摩西在回顾 以色列人的 出埃及的整个的历史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 其实就是我们 每个基督徒 属灵经历的一个过程 那神的百姓在埃及 待了四百多年 其实他们已经非常 习惯那里的生活 他们习惯了一个 为奴的生活 习惯了生活 都是让有这些 他们是奴隶嘛 所以就有地主来供应他们 每一天他们只需要干活 每一天他们只需要摸地上的事情 圣经里面说 他们只要做田间的火 去砌 去垒城墙就可以了 每一天都会有食物供应他们 他们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 所以当神呼召他们出来的时候 他们需要学习 自己主的生活 他们需要学习 征战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 也是一样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可能每天也多摸很多地上的事 我们每天工作生活 好像一天又一天在做 感觉好像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 这一生很多的时候 充满的是徒劳 充满的都是叹息 当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让他们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让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圣经生命记里面记载他们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圣经特别说 他们要手拿着兵器出来 他们要学习征战的事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 重生得救以后 我们不是说重新以后 就过了一个安逸的生活 我们也需要边生活 边拿兵器 因为这是一个征战的人生 这是一个征战的人生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苦难 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 可以从来不生病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些难处的里面 我是否手中有兵器 我是否在这些难处的里面 学习来征战 学习用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眼光来面对这些的难处 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个点 与神同行恩善加恩 第一个点叫做神亲自为我们征战 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纪第一章 第十九节 还有第八章第十五节 里面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旷野 叫做大额可怕的旷野 大额可怕的旷野 是野兽吼叫之地 在那里没有人居住 在那里只有野兽 在那里没有人生的方向 地上没有任何的地 没有任何的路 充满了只有荒凉 在这样一个情形的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 神要走在我们的前面 在你们前面行的 厌华你们的神 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 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弟兄姐妹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走在我们前面的耶和华 必为我们征战 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习惯地 躲在后面 对不对 躲在一个人的后面 躲在一个建筑物的后面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东西可以来保护我们 前段时间 这个圣诞节 这个圆诞的期间 我知道很多人 跑到这个Lake Tahoe去 这个Lake Tahoe也遭遇到了 50年难得一遇的 暴风雪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人去 我没有去 但是我从朋友圈 从我微信的好友里面 他们就告诉我们 他们被困在了那里 其中一个朋友 他因为急着想要赶回来 所以他们就冒着 大雪的情形的里面 他们就开 开开这条路 开不过去 开开那条路 开不过去 走80 80被封 走底下的50号 50号也被封 漫天的大雪 他说能见度几乎是零 你几乎看不见前面的车灯 所以大家都是 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开着双跳灯 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就只好回来 那这个酒店再贵 也没办法 只好再订一碗 所以他们说 这个天价的这个酒店 8000美金一碗的都有 那他们花了重金 再住一碗 因为没有办法 这条路走不通 走不过去 那第二天 他要尝试着继续走 还是很困难 虽然好像雪小了一点 但还是走不通 正在他完全绝望的时候 要回头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当地人 开着一个皮卡 这个人说 他正好要去Sacramento 所以就带他一程 他非常非常的高兴 所以他就战战兢兢的 跟在这辆皮卡车的后面 他的轮胎的印子怎么走 他两个轮胎 就完全照着他的印子怎么走 经过了12个小时 总算从South Lake Tahoe 到了Sacramento 平时只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对不对 所以那天他们花了12个小时 几乎跟人走路的速度是一样的 就是一步一步挪出来 但是他心里面仍然充满了感恩 仍然充满了感恩 因为有一辆车走在他的前面 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的人生 很多的时候所遭遇到的 远比这个Lake Tahoe这个大雪 更加的难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工作上面遇到一个挑战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经济上面遇到一个难处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我们的家里人生病了 头遍找了很多的医生 好像给的答案都差不多 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人生常常有很多很多的难处 就像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一样 弟兄姐妹 你可不渴在遇到难处的时候 有一个人是走过的 有一个人是比你有能力的 能够走在你的前面 弟兄姐妹 感恩 与神同行 是充满了恩典 这一位神 祂走在我们的前面 圣经里面说 这一位大西施 祂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为祂凡事都受过试探 弟兄姐妹 祂所有的事情 祂在地上为我们遭遇过 一切一切我们人 所能够想象到的难处 祂都遭遇过 并且圣经说 但祂并没有犯罪 祂没有埋怨 祂没有忘记神 今天让我们也来学习这样 所以很多的时候 走在我们前面的神 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所遭遇的 所有的困难的遭遇 神都已经先经过了 就好像一头母狮子 要教祂的孩子们 小狮子们去打猎 祂先找到一个猎物 把他弄个半死 然后让自己的小狮子们上去 去学习 怎么去狩猎 第二次 祂可能弄得不是那么死 弄得半死不活 而让小狮子们上去学习 怎么狩猎 直到有一天 这些小狮子们 能够自己完全去狩猎为止 今天我们在遭遇到 这些患难的时候 神同样 祂知道我们的软弱 祂知道我们真实的观景 神给我们的难处 并非是我们不能担的 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一点的勇气 可能是需要一点的信心 神都已经凉了又凉 数了又数 让我们能够去散去 能够去对付他 去应付这一个困难 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 他们所面对的第一场的争战 是耶利哥的战役 这个耶利哥的战役 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可能没有这个打法 他们不用一兵一卒 他们就是绕城 对不对 就是绕城 圣经里面记载 以色列有几十万的大军 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不要用军队去打 谁去打 每个人都要去打 怎么打 绕城 一个都不落下 所有人都要学习 老 幼 男 女 都要学习这个征战的事 这个征战 就是属乎耶和华 让所有人都要知道 今天我们能够得胜 面对这么高大的耶利哥城 不是我们的军队能够打下来的 不是我们的聪明智慧 能够打下来的 今天我们能得胜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跟从神 只有我们顺从神 所以神在这里带领他们 怎么经过这个困难 怎么面对这一场的环境 所以耶利哥城 实际上第一场的战役 是最重要的战役 也是学习征战 最重要的功课 就是学信而顺服的功课 学习跟在神后面的功课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遭遇的里面 我们有没有学习过 每一件事情都来依靠它呢 我们人生都要学习 耶利哥的功课 就是顺服的功课 当我们学习了一次又一次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神会带领我们经过这样 今天医生要给我们治病 给我们开了一些的药 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些药 都丢在一旁 我相信我们的病 不会马上好 或者不会像医生 预料的那个结果去发展 今天神也给我们开了药 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知道怎么样去依靠它 知道它是走在我们的前面 让我们心里面要有平安 要有笃定 要先来寻求它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把这些药都丢在一盘 我想我们会遭受更多的难处 我们会遭受一些不必要的 一些的苦楚 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这里绕城 绕耶利哥的时候 他们第一天到第六天 每一天都是绕一次 圣经特别记载 他们不准说话 我想如果可以 我如果可以说话的话 我一定说 这有什么意思吗 你看绕了一圈 啥也不干 就回家睡觉 第二天又起来绕一圈 第一天第二天 我还能绕 是不是 绕到第四天第五天 我们一定充满了埋怨 但是圣经说他们要继绕 直到第七天要绕七圈 所以他们绕了十三次 前面十二次重不重要 如果他们不知道前面十二次 只绕最后一次 城墙会不会倒 我想不会倒 圣经要他们绕十三次 就是要绕十三次 虽然前面十二次 外面看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在背后 在属灵的里面 它都有价值 都有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 来学习依靠神的时候 可能外面看 别人觉得你们这样 征战的方式好奇怪 为什么你们好像 还在能够祷告呢 为什么还不出去呢 很多的时候人家看 你祷告了一次没有效果 为什么还要祷告呢 弟兄姐妹 神要让我们学习 完全的顺服 学习耶利哥第一场战役 应该有的功课 他要教我们怎么打仗 在这一场的战役的里面 在这场新冠疫情的里面 没有人打过这一场战役 历史里面没有人打过 但是我们要相信 神他走在我们的前面 以赛亚书52章12节说 你们出来必不知疾满 也不知奔逃 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 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盾牌 弟兄姐妹 在困难的面前 我们会慌乱 我们会逃跑 这都是天然人的性情 都无可厚非 也很正常 但是弟兄姐妹 神却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结局 就是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不急忙 能够不奔逃 是因为神走在我们的前面 所以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来寻求神 是来祷告神 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 神要做我们的护盾 同样的 当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最后一件能做的事情 也是来投靠神 也是来祷告他 一开始祷告他 寻求他 结束的时候 仍然是祷告他 寻求他 弟兄姐妹 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在这个征战的里面 我们不会害怕 征战的里面 我们不会软弱 因为征战只有一个目的 征战就是要得着产业 神让以色列人进入约旦河 过了约旦河 打耶利哥 不是要让他们害怕 不是要他们软弱 不是要他们逃跑 乃是要让他们得地为业 让他们得地为业 弟兄姐妹 在这一场疫情的里面 我们也都要有一个祷告 我们不应该只有害怕 不应该只有逃跑 我们应该能够得地为业 神到底要让我们身上 得着哪些未得之地 所以神要带领我们 要帮助我们 因为祂走在我们的前面 祂走在我们的前面 那第二点 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 神要亲自地抚养我们 弟兄姐妹 何正的感恩 这一位神 这位全能的创造主 祂走在我们的前面 祂走在我们的前面 祂有能力 但是这一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 祂也充满了爱 有一首诗歌 我非常喜欢 这首诗歌叫做 有一节歌词 叫 你的爱心向你的能力 永无限量 永无矣 讲到我们的神 祂充满了爱 祂的爱就像祂的能力一样 所有就有 命力就力 祂的爱 也是这样的全面 这样的全 永无限量 永无矣 大到不可数 也持续到永永远远 所以当我们在 旷野的里面 圣经这一节说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 也曾见耶和华 你们的神 抚养你们 如同人 抚养 儿子一般 只等你们 来到这地方 弟兄姐妹 什么是抚养 我们在族 很多都为人父母了 你觉得 抚养 只是给他东西吃 让他不饿着肚子 有衣服穿 不着凉 就可以了吗 不是 对不对 我们知道 真正的抚养 是不但关心 他外面的需要 真正的抚养 也是给他爱 给他安全感 给他里面的力量 所以圣经在这里面 讲到抚养的时候 神对我们的爱 也是一样 神完全可以 用天使天君 来帮助我们 就够了 神完全可以 设计一个程序 来运作 让人能够 活下去就可以了 不是 神要亲自地 在这里抚养我们 在圣经里面 生命纪32章 我们可以看 下面一节的圣经 在生命纪32章 十节到十一节 他说 耶和华遇见 他在旷野 荒凉野兽 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 眼中的同仁 又如鹰 搅动草窝 在除鹰以上 两室参长 接取除鹰 杯在两翼之上 这里面的杯 跟那个抚养 在圣经原文 是同一个字 所以抚养 也包括了 背负 背着我们 但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神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患难 底下 在《民书记》 十一章十二节 摩西 感到管理这一大群的 以色列人责任 实在太重了 所以他说 这百姓 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 抱吃奶的孩子 弟兄姐妹 这里的抱 跟抚养 在原文 也是同一个字 所以抱 就讲到怀抱 讲到给他平安 给他安全感 给他爱 所以在这里面 讲到抚养 神抚养我们的时候 弟兄姐妹 不是我们好像 一个为人父母 只是给他 有些人只是给他 一个奶粉 好像很简单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 医生都教我们 一定要用母乳 对不对 一定要把他抱在怀里面 skin to skin 好像就是一出生 就要把他丢在 母亲的怀里面 那个看起来 好像不做 也没什么大事 但是要的是 那个亲子的关系 要的是 那个爱你的关系 所以讲到神 抚养我们 讲到是一个 真正深层的一个关系 讲到神 他来帮助我们 神不但在这里 环顾我们 看顾我们 保护我们 圣经也讲到 这一位的神 他也 搅动草窝 所以这个抚养 不是一位的爱 这个抚养 是知道 他成长需要的 各式各样的情形 不但是要有好的 正面的 积极的 另外一面 有很多的时候 也需要学习一些的功课 在难处的里面 让他学习干墙 就像这个老鹰 他为了让这个小鹰 学习飞翔 常常老鹰 需要非常狠心的 在悬崖的上面 就把小鹰给丢下去 然后飞到他的底下 把他给重新接住 然后再飞下去 再扔下去 再接住他 需要学习 我们都教过小朋友 这个骑自行车 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 会从头到尾 一直拉着这个座位 跟着他跑 我们都会尝试着 偷偷地把这个什么 手放掉 有时候抓得不及时 他就摔倒在地了 我们的脚还常常 掉进那个花虫里面 那个花虫还有刺 所以他有时候 身上脚上爬起来 都是刺 但是我知道 这是他应该要学习的 我只会小心 但是他会继续地 让他学习 因为他需要成长 我们的神也知道 所以神抚养我们 有很多的时候是鼓励 有很多的时候 也让我们在南处的里面 一同来学习 圣经刚刚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讲到说 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弟兄姐妹 这个只等到太宝贵了 太宝贵了 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待另外一个人 甚至是抚养我们的小孩 我想最难的是什么 是耐心 对不对 我这个 有时候陪他们玩还可以 让我辅导他们做功课 我真的是只要一辅导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怒气 可以大到这种程度 觉得怎么这么笨 讲过这么多遍还不会做 就是你知道 所以我都很害怕辅导他功课 我都是让恩惠来 因为我只要十次辅导 九次我都会生气 都会闹得不高兴 即使不发火 心里面也是憋得不得了 因为我们耐心实在不够 一次两次不行 就有时候就想要放弃了 圣经告诉我们 神抚养我们 只等到我们来到那个地方 只等到 弟兄姐妹 神的爱 真是没有限量 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 在公司里面学习 如果我们那个技能 就是学不会 公司会不会只等到 你们学会为止 不会对不对 可能就把你辞退了 没有办法 因为公司看的是业绩 看的是结果 但今天这位神 祂看的不只是结果 祂看得更看重 在这个中间 要塑造我们 帮助我们 只等到我们展成 满有基督 展成的神量 弟兄姐妹 这样的爱 实在是让我们 在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不会灰心 因为神不会把我们 丢在那里 祂要只等到我们长大 只等到我们 过了这个难关 所以与主同行 真的是荣耀无比 我就想到 我自己其实 讲到这个爱的时候 我觉得 我一直是在恩典里面 成长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 在家里面 我也是非常不能够叫我的父母 心里面得到安慰的一个人 特别是以前 还没有重生悔改 还在世界上面流浪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次 跟我父亲母亲谈话 我都想着法子 甚至是去刺激他们 去伤害他们 所以当我悔改 当我决定去服事神的时候 我父亲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 连人都不要的人 神居然要你 因为我深知 我父亲讲这个话 不是随便讲 因为不但他们不要我 其实我自己都不要我自己 因为当你落到一个 极度叛逆 极度的一种的情绪的里面的时候 那种的生活方式 你过一天又一天 过了一年又一年 你已经习惯了 你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盼望 你觉得这辈子 就这样过去就算了 就这样 自己都没有盼望的时候 但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他永不放弃我们的爱 要一直把我们找回 他会放下那九十九只羊 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 所以今天 当我们讲到神亲自抚养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了 忘记了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能够犯了最大的罪 真的就是忘记了神的爱的罪 因为当你忘记了神的爱的时候 你等于让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圣经里面每一句的应许 都落了空 诗篇55篇22节说 你要把你的重担 泄给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 泄给耶和华 抚养就是要愿意 担担他们的难处 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出门的时候 或者说爬山好了 爬山我们有时候要带点水 你会不会想 我就把他的水放在我的身上就可以了 对不对 希望他能够走到顶就可以了 不要半路放弃 当他达到顶的时候 可能下一次 你水就让他自己背了 但是他的书包 另外吃的 你可能先把它拿着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人生这一座爬山的过程里面 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习 把重担交给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爱我们 远远多于我们的父母爱我们 我们为人父母 像人抚养孩子一般 我们都愿意去替他分担 更何况是我们的神呢 他更愿意分担我们身上的重担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居家不方便的里面 或者这样的一个难处里面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忧虑 很多的一些的难处 经济上的压力 工作上的压力 家庭里面的压力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把重担 尝试着 放一点点给神 学习放 今天放一点 明天放一点 圣经告诉我们 他永不叫艺人动摇 这个艺人 我们都知道 不是好人而已 这个艺人 是称为耶稣名下的人 是用他的宝血所买书的人 是用他的艺袍所遮蔽的一群人 神并不叫每一个神的儿女动摇 所以这是神的抚养 神亲自抚养 这是与神同行恩典 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 最后一点 讲到神会亲自的在前面指引我们 圣经33节说 他在路上 在你们前面行 为你们找安盈的地方 夜间在火柱里 日间在云柱里 只是你们所担行的路 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这一节经文 真的太形象了 这一位神 好像在我们前面走 他不只是走走走 他还盼望 到了晚上的时候 到了需要安盈的时候 他给我们找一个最好的SPA 最好的点 走的时候 怕我们着凉了 还要用火柱 不但引路 在火柱里面还能取暖 日间太阳太大了 还要给我们在云柱里面 还能够遮阴 圣经说 只是我们所担神的路 弟兄姐妹 这一位的神 实在是对我们的爱 是细致入围的爱 我们要想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走在旷野的里面 那是一大片的沙漠 荒凉的地方 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的 该往哪里去呢 当然人走得多了就有路 那个埃及旷野 没人走过嘛 当然就没有路了 对不对 他们没有办法 但是神在这里说 他要成为他们前面引路的 神要亲自担担他们的GPS 你看圣经 在这里记载的 是那样的一个清楚 那样的一个清晰 我相信我们没有人走过2022年 没有人走过这一年 你不知道 你的家人也不知道 美国的总统 中国的主席 他们都不知道 到底我们该往哪里去 但是在这样同样的 一个现状的里面 我们有一位主 他要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要指引我们 他要指引我们 神指引我们 他知道我们最真实的需要 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如何 正如以赛亚书 这个30章21节告诉我们的 他说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 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你要行在其间 弟兄姐妹 好不好 让我们都让神 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 这是我们 很需要学习的功课 我觉得 只要我们学到了这个功课 你觉得你的人生 是走在神的里面 我相信平安喜乐 会很自然地 会在我们的里面 圣经约翰福音14章26节也说 但宝慧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这位三一的神 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天天用他恩高的教训 来指教我们 带领我们 也许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圣灵到底会怎么样 来指教我们 到底恩高的教训 圣灵的感动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能常常会有这个疑问 对不对 我一直觉得 这个东西只能意会 很难言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爸爸给你使个眼神 或者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给你使个眼神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大概 对不对 那今天我看你先生 看十遍他的眼神 我可能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跟他生活过 我不知道他 那个眼神代表了什么 但是你跟他生活过 你知道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我可能知道 知道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做 但同样一件事情 在你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呢 那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因为人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 每个人都完全的不一样 神给我们的带领也都是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 神要怎么指引我们前面的路 怎么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离不开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要建立 其实说难也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读他的话语 知道他的旨意都在这门圣经的里面 我们也学习常常去祷告 在祷告的里面 常常就要被神纠正 在祷告的里面 我们就学习认罪 学习悔改 学习被他禁止 在日复一日日年复一年的时候 我相信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教训 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明白 就能够越来越明白 弟兄姐妹 这一位的神 祂走在我们的前面 圣经记载 祂亲自的呼召摩西 去带领这一群的百姓 神亲自的在红海挡在前面的时候 让一站升到海里面 海就分成两半 神亲自的约跪先踏进约旦河 约旦河就分成了两半 神亲自的走在以色列人前面 让他们绕城 让耶利哥倒塌 所以神在埃及 在旷野所行的事 就是走在他们前面 今天我们可能都会面临 家庭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这一座又一座的难处 大三 我们不知道怎样行 但是我们都应该知道 前面有神带领我们 可能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 是不太认路的 就是路痴 讲得难听点 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害怕 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神 祂是最好的GPS 今天我们的GPS可能会没电 今天的GPS有可能会带我们去走一些小路 那个路其实根本是不同的路 是人家的私人的路 但是今天这一位神 祂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祂知道我们前面要经过的路 所以祂会来带领我们 有耶和华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 继续面对这些的困难难处的时候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常常到祂的后面去 让祂走在我们的前面 走在我们的前面 因为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祂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是客观的事实 这是客观的事实 只要我们重生了 我们是基督徒 神永远与我们同行 但是今天的题目叫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是一个主观的经历 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没有错 但是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跟神同行 这是需要我们自己 去问我们自己的 需要自己学习的 盼望我们今天 都能够经历到 神与我同在 神住在我的里面 我也住在祂的里面 我们必定会经历 这一个的恩善加恩 这个恩典是祂 要亲自的为我们征战 这个恩典是要祂 亲自的抚养我们 这个恩典是要亲自 指引我们前面的路 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